陶艺家王永田医生研究幼药 成功地让古代兔丝纹、兔豪纹、 蚯蚓走尼纹等幼纹重现 并在大敦文化中心展出 全部都是台湾原料烧制而成的台湾军红桃 颜色千变万化相当细致 无论是身后浓润、红若胭脂的兔丝纹 或是像兔毛一样丝丝缕缕的兔豪纹 还有盘绕蜿蜒的蚯蚓走尼纹 这些作品全都出自陶艺家王永田之手 蚯蚓在中国古代就是一种 大家都很喜欢的颜色 那是一种吉祥颜色 所以大家那时候就都会想要把蚯蚓燒出来 要有蚊子 你不觉得很压蚓 你会有蚓蚓就会觉得你不喜欢 那个是言语无法形容的 蚯蚓走尼纹他们禁定古董的人所研究出来的原因 是说这种蚓因为上得很厚 所以它在烧制的过程 那个蚓本身会裂开 那裂开了以后 那个上面的蚓又流下来把它盖住 所以会变成有一个曲曲折折的那个蚓的纹路出现 连过花甲原本从事铁工的王永田 被陶瓷多变的特色所吸引 经过不断的摸索 烧制出耐受摄氏1200度高温 又要不被发挥的台湾军红桃 那我们希望今天这样一个记者会 让台湾甚至全世界都知道 有一群人默默的在为过去中国古代 军红的一个烧制 做更进一步的更创新的一个研发跟研究 以军红幼为主轴 融合了历代军摇系 冀红 江豆红 狼摇红 摇辩幼等古陶瓷之美 在台中市大敦文化中心展出 希望让更多民众认识军红陶瓷之美 新厂野太电视秋天喜照扬 台湾台中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